凤林镇北林社区每年的农历七月一到 都会装扮成鬼怪举办白鬼夜行活动 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为了避免人潮聚集 活动首度改用 手机APP实境软体 设计了一套包装 在地客家特有文化的游戏 参与活动的民众表示 以APP来推广在地的文史教育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趣 每年农历七月凤林镇北林社区的 白鬼夜行活动都吸引了许多民众参加 这也是北林社区特色活动 学生特别化妆成各种鬼怪 随机躲在寻宝路上的角落 触摸吓人 大家其实都百无禁忌 只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为了避免人潮聚集 首度改为用手机APP实际软体 将在地信仰的博公庙带入寻宝范围 并且设计问答 让游客体验在地客家文化 然后我们透过就是 这就是比较创新的这种实境解密的寻宝 然后就是做出比较不一样的活动 这样子 跟这个照片去找那个地点 然后它就会 它其实自己已经有定位在 就是输入在里面了 然后到这个定点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题目出来 然后这个题目 可是我是设计有关于 就是凤林的 就是北林的一些博公文化 或是历史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透过这样子的 有趣的活动 然后还可以结合 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 那这样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 或是家长知道 这边有办这样子的活动 我觉得很酷 很好玩 可以了解 没有更多客家的文化 白鬼夜行活动受到疫情影响 以往都会有2000多人来参加 今年只剩下400多人 但是主办单位以APP 来推广在地文史教育 还是相当有趣 也受到参与民众的好评 记者综合报道